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出生于中国上海 祖籍江苏苏州 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 并于1950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他的职业生涯涵盖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以及北京大学等多所知名学府 李正道教授与杨振宁共同提出的若相互作用中语称不守恒的论断 为他们赢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 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 他在粒子物理学和统计力学领域的不断创新 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重要基石 他的研究成果包括二分粮中维子理论 若相互作用的普世性 非拓扑性孤子理论等 对现代物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除此之外 李正道教授还获得了多项国际和国内的荣誉与奖项 如意大利最高骑士勋章 中国政府友谊奖 日本蓄日崇光奖章等 并当选为多个国家和国际科学院的院士 李正道教授的事事是科学界的一大损失 他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正道 98岁事事 在粒子物理学等领域做出里程碑式贡献 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正道教授于2024年8月4日 在美国旧金山慈市享年98岁 李正道的事事标志者 一位化时代的物理学巨星离开了舞台 他在粒子物理学等领域做出的贡献堪称里程碑式 李正道1926年11月24日升于中国上海 祖籍江苏苏州 他幼时便展现出过人的智慧与才华 从1944年至1946年 他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 这两所高校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曾是中国最高学府的代表 1950年 李正道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这个学位不仅为他打开了通往科学殿堂的大门 也奠定了他未来在粒子物理学领域的卓越成就 1956年 李正道与杨振宁联合提出了若相互作用中语称不守恒的革命性理论 这一理论颠覆了物理学界的传统认知 两人为此共同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 财新报道称 这一成就不仅让李正道和杨振宁成为第一对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也为后来的粒子物理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其长达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 李正道在若相互作用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包括二分量中微子理论若相互作用的普世性 中间玻色子理论以及中性K介子衰变中的CP破坏等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是物理学界的珍贵财富 也为后来的科学家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李正道不仅在粒子物理学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在统计力学领域的成就同样不容小觑 他与杨振宁黄克森合作 在多体理论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 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 李正道创立了非拓扑性孤子理论及强子模型 并提出了量子场论中的理模型 KLN定理以及反常和态等重要概念 李正道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巨匠 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科学传播者 自1956年起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1960年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 1964年起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费米讲座教授 并于1984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全校讲座教授 此外 1984年 他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2016年 李正道研究所在上海交通大学正式成立 李正道受聘为名誉所长 他还担任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正道一生获奖无数 除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外 他还获得了巨 Build奖章1969 伽利略奖章1979 意大利最高骑士勋章1986 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 纽约市科学奖1997 中国政府友谊奖1999 以及日本蓄日重光奖章2007等 他入选了改革开放30年 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2009 和中华文化人物2015 并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意大利国家科学院院士 1994年 他成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之一 李正道的离世 不仅是物理学界的一大损失 也是全球科学界的一大损失 他的科学成就和学术贡献 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封碑上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家 继续探索未知的世界 在李正道的生命旅程中 他不仅是科学的探路者 更是一位以科学为信仰的不道者 他让世界看到了科学的力量 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 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个燥热的八月 传来了一个让人心碎的消息 物理界的巨星李正道先生 这位曾经让无数人为之振奋的科学家 于8月5日在美国旧金山的家中 与世长辞 享年97岁 这一消息由上海交通大学的 李正道研究所和北京的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联合发布 这位华裔物理学家的一生 犹如一部科学界的伟大史诗 充满了惊奇与启迪 李正道 这个名字对于物理学迷来说 可谓如雷贯耳 甚至连原子弹之父 奥本海默都曾赞誉他为当代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而他的工作展示了非凡的创新 灵活性和风格 没错 李正道就是这么一位让人不得不佩服的天才 李正道于1926年11月24日出生于上海 家里共有六个孩子 他是第三个 父亲李清刚是一位商人 母亲张明昌则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这位来自上海的少年 凭着一股强烈的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无尽渴望 走上了一条科学探索的道路 据《文汇报》报道 他在上海完成了中学学业 之后前往贵州的国立浙江大学和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继续深造 正是在这段时间 他的才华逐渐显露 并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 得以前往美国攻读研究生 1946年至1950年间 李正道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里科费米学习 这段时间 他在科学的海洋中如鱼的水 并开始了他在基本粒子 统计力学 天体物理等领域的探索 后来 他在威斯康星的耶克天文台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普林斯顿新泽西州的高等研究院工作 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 年仅27岁的李正道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 成为一名助理教授 仅仅三年后 他便成为该校最年轻的郑教授 年仅29岁 他在这段时间开发了一种用于研究各种量子现象的模型 后来被称为李模型 这一创举 让他在科学界备受瞩目 1957年 李正道与杨振宁合作提出了若相互作用中语称不守恒理论 这一理论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对称性的认识 为探索围观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这项工作让他们共同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时李正道年仅31岁 成为第二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 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天赋和努力的肯定 也大大提振了华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在夺得诺贝尔奖后 李正道的科学成就没有停止 他继续在量子场论 基本粒子理论 和物理 统计力学 流体力学和天体物理等诸多领域 做出了开创性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 他的研究成果让他赢得了众多荣誉 包括爱因斯坦科学奖 伽利略奖章及G BUT奖章 他还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荣誉博士学位和头衔 李正道的科学成就固然辉煌 但他对祖国的关心和热爱也同样让人敬佩 中国在1970年代开始对外开放 李正道便多次返回中国 举行讲座 鼓励科学发展 根据国家媒体的报道 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贡献 他倡导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 CUSB 培养了915位博士研究生 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青年物理学家 他还倡导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并促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 这些努力对推动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特别是在高能物理和加速器建设方面 李正道的贡献更是不可忽视 他的建议和安排使得大量中国学者得以前往美国和欧洲学习培训 这些学者后来成为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北京溥仪和高能物理研究的骨干力量 正是在他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 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得以顺利进行 使得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得到了美国高能物理界的支持与帮助 按期建成 李正道还一直关心并支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改造升级工作 促成了这一世界顶尖实验装置的诞生 不仅如此 李正道还积极参与上海光源和中国散列中子源的建设 并举办了中国加速器学校 为这些项目培养了许多年轻科技人才 他还在江苏和甘肃设立了李正道奖学基金 以鼓励青少年学生努力学习 勤勉不挫 1997年 他将个人积蓄设立了勤会李正道中国大学生建席进修基金 这一基金旨在资助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兰州大学 苏州大学 台湾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优秀本科生进行科学研究建席 20年间培养了3800余名正学者 多年间 李正道为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担惊节律 全力以赴 2014年 他致信国家领导人提议在上海交通大学建设一个类似丹麦波尔研究所的世界顶尖科研机构 以吸引全球最顶尖的科学家 形成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 培养一批属于中国自己的顶尖科学家 推动物理学及其交叉学科的重大发展 这一提议得到了高度重视 2016年11月28日 李正道研究所在上海交通大学正式成立 2018年4月7日 李正道受聘为该研究所的名誉所长 李正道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 他不仅是物理学的巨拨 更是中美交流的桥梁 他的离世 让我们失去了一个科学的伟大灯塔 但他的精神与贡献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正如一位微博用户所言 巨星陨落李正道先生千古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科学无国界 而伟大的科学家 总是让人类的文明火炬燃烧得更加明亮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李正道的去世 确实是物理学界的重大损失 他在粒子物理学领域的贡献 是无可置疑的 从若相互作用中 语称不守恒理论 倒非拓扑性孤子理论 他的研究 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微观世界的认识 如果没有他的贡献 今天的物理学 可能还在摸黑前行 哎呀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好像没有李正道 我们就回到了石器时代了 是的 物理学的发展 是许多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不是某一个人能决定的 虽然李正道的贡献不可忽视 但过分强调某个人的作用 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琪琪 你的幽默感 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不过 还是回到事实吧 1957年 李正道和杨振宁 因为发现若相互作用中的语称 不守恒 而获得诺贝尔奖 这可是诺贝尔奖啊 不是随便哪个科学家都有资格获得的 而且他还在多个领域都有里程碑式的贡献 比如统计力学和中性K介子衰变中的CP破坏 这些都不是随便一个科学家能做到的 哎呀呀 楚天书 你这诺贝尔奖和成就的长串列表 是不是有点像在背课文啊 当然 我不是否认李正道的成就 但物理学的进步是团队的力量 比如说 在弱相互作用研究中 除了李正道和杨振宁 还有后来的许多科学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你把所有功劳都给李正道 这是不是有点对其他人的不公平呢 琪琪 你这一说倒让我想起了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他凭借一根金箍棒就能大闹天宫 但你不能说没有天兵天将的帮助他就毫无作为 同样的道理 李正道的研究确实是团队合作的结果 但他的个人贡献和领导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你总不能说孙悟空的胜利 完全是靠那些天兵天将吧 楚天书啊 你这个比喻倒是挺形象 但别忘了 孙悟空那是神话故事 物理学可是科学 科学讲究的是集体智慧 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你可以说李正道是个伟大的科学家 但不能忽视其他人的贡献 毕竟一根金箍棒再厉害 也需要有天兵天将的配合 才能大闹天宫对不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世界网址 一边拔护面 每个人的片段 每个人的片段 都会关于云址 每个人的片段 都会参与 在4个人的片段 每个人的片段 都会判识 也够准备 同个人的片段 是4个人的片段 我们重新年转异 化 我们重新年转异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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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